女儿哭着说,她怀了我新男友的孩子 我气疯了,悔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 找最好的医生替女儿打了胎 再将有变态嗜好的孙伯送进了监狱 为了补偿女儿,我在她的诉求下 决定把公司交给女儿继承 可在我完成全力交替的当天 女儿毫不犹豫地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都怪你,命运把孙叔叔送进牢里 都不肯把他让给我 你毁了我的爱情,你还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一命长一命,你就在这里赎罪吧 我在精神病院里日复一日地折磨 最后为了解脱跳楼自杀 在我死的那天,女儿将牢里的孙伯接了出来 太好了,我妈终于死了 再也没人能阻止我们了 再睁眼,我回到女儿哭着说怀孕的那天 女儿哭着拉住我手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虎屈一阵 呜呜,妈妈对不起,我怀孕了 我重生了,重生在了女儿刚刚告诉我 她怀孕的时间节点 妈,你说话呀,我怀孕了怎么办 周寻拉着我的手,哭得泪眼婆娑 上辈子,我就是看到了她这委屈的样 作为母亲的,我又气又狠 可不管是跳楼粉身碎骨的剧痛 还是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被迫吃药接受电击的日子 都让我刻骨铭心 周寻刚刚成年,只有18岁 女儿和我未婚夫搞在一起 无论于哪一方而言,都是不光彩的 上辈子我看女儿哭得梨花带雨 我就信了她说被强奸的话 把孙伯直接送进了监狱里 殊不知他们其实是你请我愿的 我信任的女儿,却让我陷入了绝境 这次,我淡淡地把手抽回来 孩子是谁的,周寻低头啜泣着 脱口而出的竟然是,是我男朋友的 我身上的汗毛在一瞬间竖起 这话跟上辈子的不一样 难道,周寻和我一样重生了 他怕我再次把孙伯送进监狱 就干脆给自己换了个男主角 我垂眸沉默了片刻 再次抬头时,眼底带着恰到好处的惊讶和愤怒 周寻,你怎么能这么不自爱 他吸着鼻子委屈地看我,低声问 妈,那现在怎么办? 哈哈,怎么办 上辈子我让他打掉了孩子 他却急恨了我一辈子 既然这么想生 那就把孩子生下来好了 周寻,我是让你去上学的 不是让你去未婚先孕的 说完,我卯足了力气 在周寻的脸上扇了一巴掌 被关在精神病院的这些年来 我对周寻和孙伯恨之入骨 每天被周寻安排的电机治疗 终日在四方的屋子里不能出去 这一巴掌,是我上辈子最想做的事 周寻被打得一愣 妈,你,是,上辈子我差点被气背过去 都没舍得动周寻一根手指头 事实证明,慈母果真多半 妈,你怎么能打我 不管怎么说我肚子里还有孩子 万一动了太气怎么办啊 真他妈的恶心 我没忍住,反手又给了他一嘴巴 躲在卧室里当缩头乌龟的孙伯 这才来了可听 周兰,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有话好好说 干嘛动手,我闭了闭眼 顺手抄起桌上的热水壶 就轮到了孙伯的身上 他被烫到了脸,疼得哇哇大叫 周兰,你适可而止 我吃笑一声,冷脸吐出来几个字 我教育自己的女儿轮不到你插手 滚回房间里去 孙伯是靠我吃软饭的 就算是和周寻搞到一起的 他现在也不敢和我撕破脸 见他灰溜溜的走了 周寻又气不打一出来 妈,这件事和孙叔叔没关系 你打人家干什么 我没理他这话 而是深呼吸了一口气 假装愤怒地问 你男朋友是谁 无中生有的事 他自然是说不出来 于是我强行把他锁到了卧室里 自己则抓起车钥匙 就直奔周寻所在的大学 他不知理义廉耻 那就让他好好出出名吧 我到学校就买了个大喇叭 在操场门口循环播放 谁搞带了我女儿的肚子 谁是金融大一三班周寻的男朋友 操场门口围的人越来越多 每个大学生都化成了一线吃瓜群众 不到半个小时 金融大一三班周寻未婚先孕的事 就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了 为了表示学校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校长亲自把我请到了校长室里 周寻妈妈 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 可是您这么找下去 不仅找不到男生 恐怕还会让您的女儿丢了面子 我洋装愤怒地拍着桌子 昧着良心 斥责学校不负责任 实际上心里是乐开了花 孩子的爹在我家呢 学校里当然找不到了 但我要的就是这样啊 败坏周寻的名声就够了 何苦再拉一个无辜的男大学生下水呢 又在校长室大闹了一通后 我转身回家和想象中一样 到车上一看手机 来自周寻和孙伯的未接来电 高达九九家 到家把周寻从卧室里放出来的时候 他正在举着手机 疯狂地和别人打电话解释 妈 你打我就算了 怎么能跑到我学校去闹 现在学校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了 你满意了是不是 我的脸都彻底丢尽了 他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头发抓成了乱糟糟的一片 眼底一片赤红 别说 他身上倒是有几分精神病的样子 我洋装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 也懒得和他废话 关门之前我说 周寻 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才十九啊 周寻被我气急了 跺着脚大喊 十九怎么了 十九岁有生理需求在合理不过 既然怀了我就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碰了一下关上门 就算是生孩子我也要知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 看来周寻是真的一想天开的想生孩子 既然这样 他就算是装 也要找一个人来装孩子的父亲 周寻因为我闹到学校的事和我置气 已经三天不吃不喝了 我这个亲妈气定神闲 孙伯倒是急坏了 每天在我的耳边不停地旁敲侧击 周寻只是年轻一时糊涂 你做妈妈的要好好引导 周兰 你这次做得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周寻一直不吃不喝 怎么受得了 我冷笑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周寻卧室的方向 不吃不喝正好 还免得我带他去医院做手术了 孙伯一愣 还想说什么时 却被我一句话对了回去 你倒是关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你的孩子呢 孙伯的脸瞬间变得通红 直接拂袖而去 临走前还说我不可理喻 我冷哼一声淡定地吃着水果 没了那所谓的母爱作祟 这两人注定了 都只能被我玩弄于鼓掌之间 果然 我说完那句话后 周寻就哭着来和我道歉了 妈妈对不起 我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您原谅我好不好 我这就把男朋友带回家来 我严肃的神色 有一丝丝的松动 你们商量好了 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 周寻目光飘忽了下 脱口而出明天 我垂眸笑了 转而就叹了口气说好 妈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她如果都不愿意 站出来承担责任 妈怎么放心把你交给她呢 周寻神色一喜 妈 你的意思是 同意我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忍了恶心 帮她擦擦眼泪 母女关系僵持了这么多天 这个结果眼上 也该缓和一下才对 于是我洋装称怒地 戳了下她的脑门 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周寻笑了 还靠到了我的肩膀上 她和孙伯对视一眼 那点小动作 被我尽收眼底 三个人心思各异 快来吧 正好我正需要人来当助攻呢 第二天 周寻果然找来了一个 叫秦安的男大 秦安一进门 就恭恭敬敬地和我问好 还带了一大堆的东西 颇有父亲请罪的意思 而周寻也第一时间 上前拉住了秦安的手臂 妈妈 这就是我男朋友秦安 也是我孩子的父亲 说这话时 周寻下意识地和孙伯对视了一眼 我假装没看到似的 不冷不热地把秦安请了进来 落座后 周寻和秦安一直在互相识眼色 果然是年纪小 做事根本就不能滴水不漏 于是我干脆先挑起了话题 秦安对吧 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 秦安略显局促地坐在哪 张嘴就说 阿姨 我会努力给周寻最好的 我腻了他一眼 又把秦安的家底给调查了个遍 周寻是个有心思的 故意找了个穷小子 便于以后开口要我的公司 秦安在家里吃了顿饭 处处都表现着 对周寻的体贴与关心 可惜 他们俩太仓促了 秦安连周寻的忌口都不知道 看着周寻碗里的香菜 我轻轻笑了 周寻 你不是吃的香菜会过敏 身上长红疹子的吗 周寻握着筷子的指尖 微微用力 看得出来 他正在极力控制着自己 坐在旁边的秦安微微一冷 脸都白了一瞬 那样子和公司里的员工犯了错后 慌乱的样子 实在是太像了 我顺势说 秦安 你连周寻不吃香菜都不知道 你让我怎么能放心 话音刚落 周寻二话不说 就夹起香菜往嘴巴里送 妈 上大学之后 我就爱吃这个了 我恍然大悟式地点点头 又继续往他碗里加了好多 爱吃就多吃点 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看你吃呢 周寻吃的香菜就会长疹子 起养男人 之前都要输液才能削下去的 哦 对了 妈妈提醒你一下 怀孕了 千万不能随便吃药的哈 看着周寻难看的脸色 我满意地勾起了唇角 当天晚上睡觉时 我故意把他们俩 安排在了同一个房间 前按扭捏 阿姨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床被子呀 我摆摆手 直接把他推进了卧室里 孩子都有了 在我面前装矜持 还有什么用 说这话时 我一直瞄着孙伯 可让我意外的是 这对假装的情侣共处一室 孙伯居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如果真的喜欢周寻 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我垂眸沉思了片刻 孙伯不对劲 周寻第二天就过敏了 还特意穿了个高领的衣服遮掩 他不想让我看到 那我就假装自己看不见 不仅如此 我还故意拉着他 聊了半天 有的没的 周寻养得如做针毡 却不敢挠 最后 他忍无可忍 主动提起了公司的事 妈 您看前安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和他结婚呀 我长叹一口气 故作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 真的不是妈妈视力眼 周寻就是一穷二白的大学生 也没有家底 你让他以后怎么养你们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总不能生下来 和你一起受苦吧 周寻眼里的喜色一闪而过 顺势便说 妈 他家没有 咱们家不是有吗 以后我身体会越来越笨重 继续上学也不方便 还不如干脆休学呢 我故意沉下脸 毫不犹豫地拒绝 周寻急了 又继续说 妈 反正您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以后我毕业了 也是要回来家里的公司工作的 要我说 何必再等那么多年呢 干脆我和秦安现在就结婚 您现在就把公司交给我继承 我正没看着他 推托说自己还要考虑考虑 周寻听到这话 就急出了眼泪 妈 难道你还想再要一孩子代替我吗 求求你了 就把公司交给我继承吧 我以后一定像您一样 作为优秀的企业家 我真的不想继续上学了 妈 求求你了 你心疼心疼自己的女儿可以吗 她说着说着 都恨不得要跪在地上了 这样子 倒是和上辈子求我的时候 如出一辙 上辈子的我心疼女儿 犹豫几天后 就决定把公司交给她了 毕竟是亲母女 到时候 我退居后 未辅佐她也可以 但谁能想到 刚刚走完手续 她转手就把我绑架去了精神病院呢 我永远都忘不了 她和孙伯 当着我的面亲吻的样子 那种生理性的恶心 让人浑身不适 妈 你说话呀 周寻泪眼婆娑地摇晃着我的胳膊 我回过神来看着眼前的女孩 试图透过她 找到我女儿曾几何时 那可爱帅真的样子 但捕捉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毒辣后 我一点点捏紧了拳头 缓声道 好啊 就依你 周寻大喜过望 我又抢先一步说 不过要后天才可以 我去了一趟公司 孙伯如果对周寻真的有感情 那天一定不会是那种反应 周寻和他的假男友 都睡到一个房间里去了 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 到了公司后 我在办公室里环视了一圈 从前 我对他和周寻 从来不设访的 办公室对他们俩来说 从不是什么秘密之地 走了一圈后 目光定格在了保险箱上 发现被我夹在缝隙里的三根头发 变成了一根厚 我顿悟了 保险箱里放着我的遗嘱 我死后 所有资产都留给了我的女儿周寻 所以 孙伯是看到了遗嘱的内容吗 所以才转而去勾引了周寻 周寻年纪小不懂这么多 自然逃不过一个成熟男人的花言巧语 可不管怎么说 那都是他的未来的继父 我打开保险箱 把遗嘱拿了出来 这次 我宁可捐了钱 也不会留给他一分一离 弄清楚这件事后 我又把秦安叫了出来 他坐在我对面 从没停下的小动作 便已经出卖了他 阿姨 您找我有什么事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尽量对 我抬手打断了他的话 直接开门见山 周寻给你多少 秦安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摸摸鼻子 阿姨 我没懂您是什么意思 还在装 我干脆拿了20万人民币 放在了桌面上 银行卡 哪有货真价实的票子 有冲击力呢 20万买你反水 配合我 秦安眼底闪过了一丝挣扎 两久后才抬起头来和我对视 30万 行不行 您知道我和周寻没关系 他就是骗您的 我还可以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周寻会假装和我结婚 为的就是骗您家产 等家产到手后 他就会给你吃让人精神错乱的药物 我扶我笑了笑 周寻这次倒是学聪明了 知道贸然把我送去精神病院 不能服众 但我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呢 阿姨 您再考虑考虑 我连起笑意 只见轻轻扣着桌面 见他不为所动 我干脆拿钱走人 秦安 太贪心可不讨喜哦 只是钱还没离开桌子呢 就又被他一把按住 阿姨 我干 但您不能反悔啊 笑死 我一把年纪 还不至于为了二十万出而反而呢 那你和我回家一趟吧 秦安收了钱 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屁股后面 阿姨 现在回去做什么 蠢 当然是抓奸啊 难得的孤男寡女好机会 我又答应把公司给周寻继承 天时地利人和 这两人肯定在家里狂欢呢 果然 刚捏手捏脚的进家 二楼就传来一阵阵 毫不收敛的叫声 我让秦安开了直播 去抓奸吧 记得拍清楚点 秦安二话不说 就把腿跑了上去 三秒后 周寻就扯着嗓子尖叫了起来 秦安 谁让你进来的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太没有边界感了 别忘了 我们是你老板 该死的把老子都下尾了 你给我滚出去 我看着直播间逐渐涌入了人群 勾起了唇角 我丢 我是不是误入了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搓手JPG 这是在桌间 我去那男人白花花赤条条的 一看就是老牛吃嫩草 好恶心 那两人大概是因为没有看到我 冷静下来后竟然还白起了谱 秦安估计也被眼前的一幕雷到了 过了好一会儿 才磕磕绊绊地说 你们 你们俩 这不是你妈的男人吗 你怎么背着你妈 和你未来继父搞在一起 此话一出 直播间直接涌入了两万多的人 大家不愿而同地炸了 这他妈是什么小众语言 他睡了他准后爸 跟自己亲妈抢男人 我就知道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颠了 看吧 是个正常人 就会觉得荒唐 周寻冷吃一声 关你屁事 你赶紧给我滚 说到最后 周寻和孙伯环一起动手 把秦安推了出来 我在楼下笑盈盈地看着这三人 片刻后 两道尖叫声齐刷刷地响了起来 孙伯和周寻捂着身子 齐刷刷地跑回了屋子里去 我和秦安交换了个眼神 同时开眼 秦安气得哇哇叫 周寻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 你和我都要结婚了 居然还和你未来继父搞到了一起 真是灰气 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我就说 咱俩根本没发生几次关系 你就怀孕了很奇怪 原来是这个男人的卧槽 两个贱人不怕搞出来治上孩子吗 我认识这个女生 是我们学校的 前段时间就怀孕了 她妈还来学校找她男朋友呢 现在看来她妈真可怜 阿姨 你女儿要给你生私生子了 那两人衣衫不整出来的时候 我正在眼面哭泣 周兰 你别误会 我和你女儿 妈 今天就是个巧合 我认错人了 误把孙叔当成了秦安 你相信我呀 真的 我们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我怎么可能 我给了他俩一人一个响亮的耳光 然后撂下狠话 分手 周寻 从今天起 我和你彻底断绝母女关系 秦安也跳着脚大喊 我也不会和你结婚了 周寻急得团团转 秦安则跟着我先后脚离开了 我看了一眼直播间 快速滚动的弹幕 眼底闪过一丝玩味 真恶心 那可是你妈的男人啊 你这么缺男人 自挠了就自己用拖鞋拍拍 那男人也是个小白脸 吃富婆的喝富婆的 你还睡富婆女儿 你那玩意咋不烂在裤裆里呢 两个骚货 隔着手机都能闻到位 既然想挑战伦理 就做好被世俗批判的准备吧 这件事彻底闹大了 一时间 我们四个倒是风头无两 网友对我和秦安近是同情 对那两人 则是无穷无尽的谩骂 因为影响过于恶劣 我当天还接到了周寻辅导员的电话 学校认为周寻给学校抹黑 领导班子已经在开会商量处罚结果了 不出意外的话会将周寻开除 而彼时 我正带着警察一起回家 果然 我一开门 那两人就扑了上来 他们俩滑跪过来 一起抱住了我的大腿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不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孙叔的 我怕你生气 才无奈撒谎的 妈 这是善意的谎言呀 孙伯同样哽咽着 周兰 我知道 这或许对你很残忍 但爱情就是说不清到不明的东西呀 我很抱歉 我爱上了周寻 说我对不起你 你别生气行吗 我一脚踹开一个 利落地道 孙伯 今天我们就分手 周寻 带上所有证件去公安局 咱们脱离母女关系 意料之内的 两人开始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纠缠 我知道自己弄不过他俩 警察正好在此刻帮我解了尾 并直接拉着我们去了警察局 周寻 既然你们这么相爱 我这个做妈妈的自然不好和女儿争 今天就把你的户口牵出去 你自立门户 马上就可以和他结婚 周寻求了我半天 大概是见我不为所动 此刻傲娇脾气也上来了 好 脱离就脱离 但你要先把公司的继承权给我 我笑了 哄着他俩办完手续后 转身就走 周寻 说好的 让我继承公司呢 我回头吃笑着看二人一眼 你这个智商 继承了公司也是白费 不过孙伯既然这么爱你 应该不会因为公司的继承权 就离你而去吧 哦对了 房子是我的 你们俩收拾东西 净身出户哈 周寻气得抱着孙伯的胳膊 对我破口大骂 我则看着孙伯脸色变白的样子 笑了 竹篮打水一场空说的就是他自己 这两辈子 周寻都卯足了劲的想和孙伯在一起 既然这样 那就好好过日子吧 我倒想看看 没有了我的公司做物质基础 他们俩能把日子过成什么狗样 回家后 我请了家政 把这两人的东西都收拾好丢了出去 在家门口按了一个监控后 就买了一张飞网马尔代夫的机票 同时又给公司所有员工 都放了三天假 我看着玻璃海度假的时候 周寻和孙伯正在家门口敲门 他们俩从一开始的道歉 到没人搭理后的破坊大骂 周兰 你真是好狠的心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你亲生女儿 你居然停掉了我所有的卡 你这个蛇蜥心肠的女人 为了一个男人 你就要和我断绝关系 该死的恋爱脑 孙伯碰碰碰的踹门 我赔了你这么久了 你的财产也要分我一半吧 你给我滚出来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周兰 啊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直接笑了 我有钱 45岁了也保养得当 脸蛋和身材都不错 他只不过就是当年我找的小白脸当中 最听话的一个而已 先别提我们没结婚 就算结婚 婚前我会做好了所有的财产公正 怎么可能便宜得了他 到底是底层出来的 眼界真小 这两人吭哧吭哧的搬完行李 就去公司闹事了 在公司门口拉了一天的条幅 扯着嗓子 喊到下班的时间 才发现公司里没人 周兰 我杀了你 听到这句话后我眸光沉了沉 不管是孙伯还是周寻 想杀我也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在外地度假了一个月 男模随便点 各个身材都是一绝 就算不点男模 跑车在海边一停 也会有男人前扑后寄的过来 在海边搂着男人 听他说着阿谀奉承的话 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 哦 也有 就是听说那两人的惨状 他们俩的是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特别是我还给他们买了热度 女儿和妈妈的男友搞在一起的事 已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两人名声臭得连房子都租不到 最后只能跑到外地找了个廉价房住了进去 孙伯跟了我这么多年 已经被养废了 即便到了现在也是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反倒是周寻挺了三个月的肚子 去找了个洗碗的零工 有人给我拍了一张周寻近况的照片 你看着心不心疼 我哈哈笑出声 不过是瘦了些而已 有什么好心疼的 这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路啊 只不过是我没有让他的算计得逞而已 回国前 小奶狗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 姐姐 弟弟也想跟你一起回去 我听到这话后 吓得把腿就上了飞机 男人吗 走肾就行了 小白脸的亏我吃了 一次就够了 回国后 我整个人神清气爽 虽然我没在 但公司仍旧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而我也这才发现 没有周寻和孙伯 我就算管理着偌大的公司 都有时间忙里偷闲 为了防止他俩再次闹事 我还特意找了个人盯梢 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事业上 公司连跳两个台阶不说 我更是喜提了 年度最佳女企业家的名头 与此同时 周寻也生了 生了个儿子 两人被我赶出家门时 口袋连一分钱都没有 他们也没有很强的工作能力 以至于孩子都是在家生的 据县人提供的视频来看 周寻每天虚弱地 在那个出租房里喂奶 过着上面流泪 中间流奶 下面流血的苦日子 孙伯出去打工了 但不到一天就干不下去了 我跟着你妈的时候连个碗都没洗过 你除了会生孩子 还会干什么 他这么一吼 刚睡着孩子又哭了 周寻一边抱着孩子 一边掉眼泪 孙伯则烦地踹坏了家里唯一的衣柜 我看后心里无感 毕竟我们之间的母女情分在上辈子 就已经消耗光了 但没想到 孙伯会比周寻更先联系上我 他不知道从哪得知了我的踪迹 当晚我在酒吧出来 就被孙伯拦住了去路 亲爱的 我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醒吧 我不喜欢周寻 我和周寻在一起都是惊虫上岛 发生关系的那天晚上 我喝醉了认错了人 你们母女真的长得太像了 让我回家好不好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你回家了 那周寻怎么办 孙伯还以为我这是松了口 当即就说 我和他老死不相往来 让他一个人在外面抚养孩子就行了 真的 亲爱的 我保证不会和他有任何瓜葛的 我笑了 还没等说话 一个小狼狗弟弟就从后面跟了出来 他扶着脚下打晃的我 温声细语道 姐姐 回家吧 孙伯文言瞬间勃然大怒 周兰 你怎么能这样 我周没看他一眼 大惊小怪什么 我不这样你能有上位的机会 真是神经 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后 我心情大好 但却没想到 一大早又接到了周寻的电话 周兰 我要杀了你 我的孩子都出生了 你为什么要勾引我孩子的爸爸 现在的我一无所有 孙伯就是我最重要的人 你要是敢和我抢他 我就敢要了你的秘密信不信 我周没听着 根本没把他的威胁当回事 只是问 你怎么知道我和孙伯见面了 电话那边停顿了好一会儿 才咬着牙 挤出来了几个字 你身上香水的味道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哦 我恍然大悟 刚想说话 就又听到他继续满口喷粪 于是我顿了顿说 首先 是你勾引了我的男朋友 这种烂人只有你稀罕 我看多一眼都觉得恶心 其次 孙伯已经后悔和你出去了 你难道不想回来 周寻没说话 但呼吸却渐渐急促了起来 我不紧不慢地喝了口水 片刻后就听到周寻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的孩子出生了 他天天哭 我不知道怎么带 让我回家吧 把之前的阿姨请回来好不好 这样的日子 我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还有这个破房子 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想回家 妈 我想你 我现在就回家 你来接我好不好 我笑了 我只是问问你 没说让你回来呀 说完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周寻破房了 咒骂的短信 一条接一条地往我这发 我本不在意的 但他在最后说了一句 让我等着 要让我仍旧不得好死 我垂眸连起了笑意 这种处境下 杀人放火 周寻真的做得出来 果然 第二天就有人来告诉我 周寻扔下孩子 在出租屋消失了 我立刻警铃大作 当天下班回去后 我就从监控里 发现周寻的身影 为了防止出事 入夜后 我从后门悄悄离开了 果然等到后半夜 周寻就鬼鬼祟祟的出现了 他一直躲在家门口的绿化袋里面 为的就是万无一失 周兰 这辈子算是我输了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把你弄死继承人 照样是我 周兰 你给我去死吧 他一边在家门口浇汽油 一边说着 在打火机拿出来的那一刻 埋伏着的警察 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 别动 周寻涉嫌故意纵火 马上带回局里 周寻愣住了 直到被塞上警车 才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看到我从外面走过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大崩溃 周兰 你怎么没在家里 我挑挑眉 在家岂不是就被你得逞了吗 围着房子 撒了一圈的汽油 你是有多恨我呀 周寻破口大骂 警察直接关上了车门 把人带走了 周寻故意放火 被警察看到 因为阻止 即使大火没有燃起 周寻只被判了个三年 转移到拘留所后 我还特意去看了他一眼 短短一年 他被搓磨得 早就没有了当初娇嫩的样子 周兰 你还敢来 我恨你 恨得牙根痒痒 我摇摇头轻叹了一口气 然后把自己之前立的遗嘱 给他看了看 看清楚了吗 立遗嘱的时间是2005年 你出生后的三个月 从你出生后 我就帮你筹谋好了一切 你不用争抢 这些东西本来就都是你的 周寻愣住了 他站起来 双手扒着玻璃 像是拼命地 想把遗嘱内容看清楚 看到自己的名字后 周寻去疯了 都怪你 都怪你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你告诉我 我就不用筹谋那么多了 只要你死了 就一切都是我的 你怎么不早说 什么我不早说 明明是他听信了孙伯的蛊惑 坚定地认为 我宁愿把财产 败在自己手里 也不给他 看他名玩不灵的样子 我知道自己这个女儿 已经烂得彻彻底底了 你知道孙伯对你的态度 为什么转变得那么快吗 因为他看到了我的遗嘱啊 他拿不到公司股份 所以就从你下手了 被赶出去后 他知道没了希望 自然对你变差了 周寻愣了一下 片刻后又摇摇头 在抬头时 他满脸的迫切 妈 我知道错了 你就我出去吧 以后咱们母女俩好好过日子 好吗 我还是你的女儿 咱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人 两败俱伤呢 妈妈 我笑着摇了摇头 周寻 别忘了你是我养大的 他的那点小九九 我一清二楚啊 出去后杀了我 顺理成章地继承我的一切 对吗 在周寻的注视下 我亲手把遗嘱撕的粉碎 他急了 腾的一下站起来 骂人的脏话 硬是被憋了回去 不是 妈你误会我了 你撕了遗嘱也没关系的 我是真心悔过呀 我只是生了孩子而已 你会原谅我的 妈妈 唇角勾起一抹讥讽 然后被你关进精神病院 最终跳楼而死 周寻这才猛了 你 你也 你这个贱人也是重生回来的 都怪你 你这个心机表 上辈子你都把公司给我了 为什么不让你那些心腹 对我言听计从 要不是那些老东西 从中作梗 上辈子我就赢了 你放我出去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重开一局 啊 我厌恶地看看他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从此 我再无女儿 在去警察局的时候 孙伯也被抓了回来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又没有犯罪 我垂眸沉默了片刻 再次抬头时 眼底带着恰到好处的惊讶和愤怒 我 孙伯 你多次偷我的珠宝首饰 还有不少金条 是不是该还回来了 不交出来的话 你就等着坐牢吧 孙伯大呼冤枉 说自己根本没看到什么珠宝和金条 但我有他鬼鬼祟祟 从我保险箱偷东西的视频啊 他一直有偷偷拿我首饰出去卖的习惯 以前我只是不在意 现在嘛 当然是判刑啊 很快 警察通过证据顺藤摸瓜 把他的盗窃最查的明明白白 作案金额高达两百多万 孙伯喜提了牢饭 直到坐牢 他都还一直想见我 说有话和我说 但我每次都拒绝了 周寻好歹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孙伯算什么东西 连让我浪费口舌都不配 周寻因为还在哺乳期 从居留所出来了 但仍旧被监视居住 一年后 他不得不重返牢房 只是这次 他居然想把孩子交给我照顾 妈 这毕竟是你的外孙 求求你帮我照顾他两年行吗 求你看在血缘的份上照顾照顾他 血缘 他身上可不只有周家的血脉 还有一半是孙伯的呢 看着那张和孙伯隐隐相似的脸 我就深恶痛绝 不好意思 我和你已经断绝了关系 他同样不是我的外孙 我直接关门谢客 拒绝一切道德绑架 让我养两个仇人生的孩子 简直是痴心妄想 与其担心这两年 还是想想等他出来后 该怎么过日子吧 22岁没有一技之长 还要带个娃 以后几十年的日子才难熬呢 但这关我屁事 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啊 全文完感谢观看